家人们,你们有吃过青色的日本拉面吗? 它的汤匙是加的蔬菜 试一下先 诶,你们有没有发现 不中IORI又开了很多新的餐厅 这里有一间餐厅是可以吃到正宗日本拉面 就这家 TOKYO拉面 这里应该是可以吃到东京style的拉面 真是美食拉面 这里环境很舒服很高级 楼上这边还有VIP室 这边有什么拉面推荐的吗? 我们有五种招牌的拉面 第一个是黑胡椒 这是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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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五种拉面我都要? 可以 哇,来了 这个 这个是这里很多人点的咖喱拉面 它是加了黑蒜 所以汤底是黑色的 先试一口汤 它汤真的很香 有很香的蒜味 这里猪肉很特别 你可以选择叉烧 或者是这种三层肉 你看 半肥瘦的 珍惜哦 它汤底有在我嘴巴里面慢慢的豁开 太香了 这个有点像我们平时吃到的扣肉 嗯 它的面很爽口 而且可以吃得出来没有点水味的很新鲜 这个是辣的 这个是原味铜骨拉面 试一下它的叉烧 哇 很大片 它叉烧是有烤过的 特别香特别好吃 试一下原味铜骨汤 刚刚他们说这个汤底熬煮了48个小时 真的很够味 家人们 有没有吃过青色的日本拉面吗 我是第一次吃啦 它汤底是加的蔬菜 试一下先 基本上是豚骨的汤底味道 它是带一点蔬菜的香味 干烙冷面 第一次吃冷的拉面 蛮清爽的 很适合马来西亚天气 这里除了拉面还有一些小吃 有sushi 有串烧 你看 这个三文银sashimi 它是用billut醃漬过 所以带一点红红 芝麻油很新鲜 吃串烧 配sake cocktail 爽啊 在不中想要吃到正宗日本拉面 来tokyo拉面就对了 优优独播 我们下车就像汽州